嗨 梁先生 開門 有關你的單位 我超訂你那輪胎 即是食招啦 不是 你不給我就拿你 即是你收不到 就是拿來訂你的 哦 訂我有什麼所謂 我訂人無數 來到長毛間屋其實還有一個景點 就是它的文化T 還有當然不少的就是它偶像是古阿拉的print 古阿拉波衣 我昨天想說什麼 就穿那些衣服 但有一個肯定的就是 你是其中一個我少見的香港政治人物 是能夠利用到自己的形象 去變成一個statement 好啦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 香港政治史上最有名的公屋單位 就是建制派一直以來都很咬牙切子 想收回的單位 就是李老哥長毛的龍宮 其實龍宮只是狗鬥而已 我認識了你很多年 和你接觸裡面最深印象的那一件事 是 我做了證助 我這次應該是國教 社會洗腦加油 洗腦加油 那我在立法會前聽見到你 你就抓到我那邊 你跟我說 你跟老闆說 千萬不要告那些年輕人 告那些年輕人 那些年輕人以後在政府對面 回不了你 我也跟周浩誠說過 我說你是學生運動出身的 你是立法會主席 你要保護外面示威的學生 其實他吵了 嗯 他給了一個名人 和平示威 任由他 其實 所有的政權去鎮壓學生 你除非 你鎮壓到 否則 你就是 將那個反叛的種子 做到 梁國雄議員 請你馬上離開會議廳 開會議廳 就是等於現在的反送中一樣 你一個人做一個政策的時候 你牽動這麼大的利益 一定是有爭議性的 很簡單 有爭議性就要談 現在二月到現在 我們現在和你聊天的時候 六月頭的 是已經變了這個世界 同罪!同罪!同罪! 大哥 你傻的 他說人家12個大律師公會主席是誤解 廢話 他是政治家 我反而覺得那件事是你不能夠 去漠視 就是街上 真的有很多人現在在反對那件事 不用了 其實我整個政治制度 如果你是 漠視大多數人的權利 大多數人遲早會發聲 或者用不同的方法發聲 那你說香港是疑慮我知的 不過 我知道你的疑慮是假的 喂大哥 請他吃一招 沒錯 你請我吃一招 我說這招不好吃 哎 長毛你的品味有問題而已 喂大哥 你還給我吃 不過全香港很多人都覺得你的品味有問題 那個問題還好 你還要 我吃一招 他說你老友 我就會告訴你 你有一方面的品味是一定沒有問題的 就是你摘偶的品味是很沒問題的 你的伴侶是怎麼看你這條政治腦 他們 有沒有人反對過你 就是繼續在街上示威抗爭 如果不然就會走 那不是我前妻的 是真的 因為那時候 他駕給你的時候你也是這樣的 他覺得 這個反過來 他覺得我一事無成 做這些東西又不行 做事又不行 做人又不行 他覺得 你到底是不是嚴肅的 他就是離開那裡 沒有離開那裡 沒有離開那裡 我再說一次 其實我對我前妻 跟我前妻理的是我 一萬個對他不準 他是完全沒有對我不準 幾年前 八九十六的時候 八九十六的時候 跟現在一樣 就是每一個人的價值觀 行為的準則 其實是有一個distortion 就是說 我們在一個 這麼不公義的事底下 你就會覺得你處理衣食住行 各樣東西 你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很簡單 就是說你進來我家好練 其實以前我去修理一下 那我就說 其實自從 我被人DQ了 黃紅還被人判了坐牢 然後出來沒多久 那就到補選 然後我的生活已經是 就是 和以前一樣 我覺得 就是我會覺得沒有了規則 那我怎麼知道 又有 又來得失業 那個叫什麼 鬆鬆 就是 一浪 一浪 和另一個問題 呢 你個人會覺得 咦 這麼多人都不行 那你回家 乾不乾淨 都是很小 那我還有什麼好說 其實那個心 就是那個心在這裏 我們四五號就 對這個香港政府呢 是提出一個譴責 大家不要跟著他的喜好 以言入罪可恥 以言入罪可恥 夕陽無限好 指示近黃昏 給你欣賞一下 今年 63歲 你自己怎麼看 就是你自己那個 未來 我覺得老了的人要欠比 因為呢 我是勇敢少了 那我覺得應該 比其他 比我更加有錢職的人去做 所以一會我就不會 最多我就走慢兩步 是吧 不會打前方 打中場 如果 又神智不清 又這個體力下降 那你不退休都淘汰 如果 又神智不清 又這個體力下降 那你不退休都淘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